新城乡的图书馆在乡长和立台的带领下充满了阅读的气氛 新城举办了多场精彩的阅读推广以及艺吻活动 在暑假期间办理的幸福新城阅读狂欢乐 极点抽抽乐活动 新城乡2万多的人口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创下借阅书籍超过万册 按照人口数计算 每人平均借阅0.53册 暑假期间为全县平均人借阅率最高的乡镇 向上和立台上任之后积极争取上级单位以及议员的补助款 充实的图书馆软硬体设施 现在向上图书馆正在不同年龄以及需求提供打造乡亲阅读好环境 包括咖啡青史区 地下室宝专区 二楼设有考生区 亲子汇本区 儿童区 特优及厕所等等 依照很好的环境 图书馆馆长林丽娟感谢向上和立台 先引出光明 珍宝秀以及新人三名代表会全体代表的支持 并且在向上和立台带领之下 图书馆团队积极增购新书 悉心维护管设 营造温馨阅读的空间 现在图书馆不再是老旧的建筑物 而是一座崭新的陈平峰图书馆 结构更好的阅读环境 给乡亲良好的环境 而乡亲们则是肯定向上和立台的用心 常常和立台表示 阅读师知识的全员也是社区乡里进步的关键 因此上任以来积极推动阅读 并且办理多场阅读推广活动 鼓励乡亲一起亲子认识新城乡丽图书馆 并且养成阅读习惯 也感谢县长徐振卫 以及中央各部会的协助 看到图书馆暑假期间 借若欲望测书籍 现在向公司团队相当的感动 这证明了乡民队知识的渴望 也体现了共同追求卓越的决心 知识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